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从欧阳娜娜变到我的阿嬷 不顶啊这个 这个完全就是省完坐月子 耶 欢迎来到新单元 What up what up 我是Fashion Boy 你好 我是美美刘秀薇 哇 终于我跟他就有一个全新的单元啦 除了这个带你吃遍全世界之外呢 今天这个是要比较有sense的一个新的单元 这单元又是一个还没有取名的 就可能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talk show 这样子 因为今天算是要做吐槽大会 啊 但是我不想 第一集啊 你不要这样子 这个talk show 我们第一集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 最近很夯的 青春有你 对 青春有你 那我其实就是每一季都有在这里看嘛 然后呢做男朋友的 就是一定要陪女朋友一起看咯 我就逼他跟我一起看 这一次呢就来到了就是第二次公演嘛 坦白说 我觉得我被他们第二次公演的服装也吓到 我完全不会吓到 我朋友一集跟我讲 哇 中刷一下 你知道吗 他们每个颜值都非常的高 非常的好看 怎么知道那个衣服是挺吓人的 幸好是他们有颜值可以撑得上去 真的啊 我看了那一集过我只觉得 传说中的靠颜值再诚是这么一回事吧 嗯嗯 那今天就一个旅行点 就是我们两个认为10个最sala的衣服啦 就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咯 耶 我们今天就来评价好看的和不好看的 我们先从不好看的开始 哇 哇 它的那个妆其实也不太行 我们今天就不评论妆 我们就说衣服好了 这个一个画面里面我就看到三个不行了 哈哈 这种我们现在试的比较就是身材干扁的女生 比较可以可以驾驭这样子的衣服吧 这个crop top的最大问题是它太过crop了 crop要上九步以上了 对 它一跳一下舞就真的是看到它里面的那个小背心耶 而且它整体比例很不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腰这边还有露耳一点 衣服又有一大段距离 然后它的颈这边又有一个小小的距离 所以它整个都想像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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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节 我觉得第一次公演就是上官喜爱穿那个全白色的衣服 和它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那个服装它自己选得更加的好看 是 这一次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距离 而且 而且它穿的是运动裤是吗 而且这运动裤的那个形状也是很奇怪 它整个的轮廓就是乖乖 它感觉上就是一个是啦啦队还是那种 X呀 我只是觉得它完全是被做一单的吧 真的重点是它在排练的时候 Lisa就有说了嘛 它很适合这首歌曲 怎么知道看到这个衣服了之后 真的是觉得它真的是拜在衣服上面咧 我觉得它应该需要一个帽子 嗯 我觉得它同一组的 叫那个陈欣威的 更加可怜你知道吗 这裤子真的是 害它就是下半身它就会比较重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当你下面要穿那么亮的裤子 它不可以不长不短的 要嘛你就长弯它 这个形状太奇怪了 如果它刚才上官喜爱的那件裤子 是这个颜色的话 然后它上面是黑色背心 然后可以再短一点 我觉得会更好看 它整体会有那个 你可以想象到Lisa穿这样的衣服 很可怜啊 很丑啊这个 这个衣服真的是被作为单的 它真的是完全靠颜值成为啊这个 给你们看它的机场图 哇 哇 好像两个人这样哦 然后他们就说它很漂亮 在亲你应该是会以门面当当就是 出道啊 这个一看就是那种千金大小姐啊 很Jessica的感觉吗 Jessica会穿的衣服 那第三个呢我们要吐槽哦 就是 谁 余淑欣那一组 啊它好可爱哦 坦白说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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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不要还是运动裤 等等就是我真的觉得 很多人都说它是坐坐经嘛 但我还挺喜欢它的坐坐的 就是很真实的那种 我家是天生无邪 我觉得我之前讲 上宽下宰 或者是上宰下宽 它这种是上面宰下面要宽 但是宽一定要是长完下去 这种 我不想跟你讲 我对短裤我真的没什么好感 他不喜欢女人穿短裤的 我超讨厌短裤 我对短裤真的就这样 就是不懂怎么样 我觉得很少人哦 可以把短裤啊 穿到很有贵气的 除了你之外 它同一组的 有一个死亡芭比颜色啊 哇 那个不对 李嘉琪都有说了 死亡芭比颜色是不可以用的 但是呢 它们却套用在孔雪儿的身上 My goodness 死亡芭比的衣服上面 还会有中文字 然后又有英文字 然后还有那个表 它完全是靠颜色 就是很好看 如果你是单单的拿出来白的话 真的是很像钢头的衣服 因为它这个裙它不是完全平的 它是斜上去 所以它整体很不好看 要嘛就是这个衣服太小 间孔雪儿太高 要嘛这个圖本来就是要走光走光的 应该是吧 后面是它的teammate是吧 对 不是backup dancer 不是不是 Oh my goodness 这样子整个组不是很奇怪哦 所以你看这整个team人 好像三个是明星 另外三个是backup dancer 另外两个是backup dancer 哇 刚刚如果你看了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看组 你觉得很有comment的话呢 接下来这一个 我怎么被作与组 但是它是失眠埋伏组的 哇这个真的是给人家失眠埋伏哦 你知道吗 它就是有一个称号叫做特种兵 嗯 怎么知道它变成洗碗兵了现在 哇这个有点像Jenny Oh my goodness 这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件惊合的衣服 很像纯粒这样我会觉得 没有我觉得这个像那个金盒上面的 那个情绪用品店怎么卖的情绪衣服 我没有去过 只是它们直接放外面 这头放在外面 我没有走进去我才被走进去了 幸好气场够强 预言太棒了特种兵 我一直使你 我也是支持 它其实不是最恐怖的 我A族的 这谁还不够恐怖啊 失眠埋伏组更加的恐怖 刚才那死亡妈比不是最恐怖的 这是谁 这是我说很糟糕的啊 什么 好可怜啊 你怎么这个像什么 这个像你去吃小龙坎 或者是那个 那个四花火锅 什么里面的那些 waitress啊 做法给人家做一单是吗 很可怜的 陈娟真的太可怜了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可怜的是 张总 Oh my god 哦 怎么画到这样白哦 首先这个衣服到底是水设计 他真的很像 捕食团里面 那个童子啊 大博娃 大博娃 然后他身上这个好像跟他 那个什么那个炮杖 少完了的炮杖 很奇怪 后面有好像那个 50的身体 好啦 唱歌很好听 就是被衣服跟着 我很想猜他唱的 他声音是银哦 轻轻的 那是轻轻唱的最好听是他 我可以说话 轻轻闭上眼睛 你看他肚子很可怜 这是谁这是安琪啊 嗯 哎呦很惨哦 他明明就是瘦到皮包骨酱 对他超级瘦的 为什么还可以挤出来 就只是遮他的胸罢了 这个衣服 我就没有太大的留言 我觉得他是一种 retro的未来feel 整体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甜 还跳到 但是我觉得头发不是很适合他 我觉得他对短裤 我一件以外 我一直对这种 就这样吗 这什么头啊 这两盏的 绑啊 就绑就是两岁 双马尾 看不出哪里好看的 我不懂 你不喜欢不得有别人不喜欢 你没有觉得青春洋溢很好看 一拔就拔下去 难怪还没要拔秦威 是这样 对对对 秦威 我秦威那个角色 我就想 放这两个就好像惹人想拔他 这样 我快点想拔我 我真的不能打 你就放在秦威心上 这个节目叫绝恋 这个节目很像的 哦 麻烦 那接下来就是另外一组的 我觉得可怜一点点 是咧 还有更可怜一点 秦威正威 诶 他很 其实我觉得秦威正威 他有一点嫌弃 他像 我看到他第一眼 我想到刘亦菲 其实 啊 他还有那个 他有刘亦菲那种神韵 哦 空灵啊 空灵 yes yes 他就是空灵系 他一个是要走水手服路线 可是就是这个已经太大就难 搞到他人家怀孕 一点都不像水手服 这个东西很像那种快餐店 每次快餐店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跟凡哥有北温 他凡哥应该会觉得很头痛 我觉得凡哥这个去爱奇丽烧掉造型师 真的 不然就是他真的也会想说 就当是一场梦 醒来过去没有了 而且最主要是这件 连身裙的尺寸很有问题 嗯 他没有凸显到那个人的好看 一穿了真的是会有韵味 谁穿谁就是变大 谁穿谁死 我觉得他还好 刚刚你不是说你喜欢富武侠吗 有欧阳娜娜娜的feel 欧阳娜娜怎么样 来我给你看一下 哇 Oh my god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从欧阳娜娜 变到我的阿嬷 不顶啊这个 哇很傻啦 整个东西就傻啦 他的头啊 这头是给人家做一档的 这个完全就是省完坐月子 哇很惨的 他是美的 他是有气质的 结果给人家做一档 疫情的关系啦 所以就不要难找造型师 哦 衣服也不要难借 他应该是最惨的是吧 我觉得到头来看到这个时间 我不懂你们觉得哪一件最惨 我觉得最惨的是张总 他真的特别 我觉得张总的就都很惨了 一个就像伴侧 一个就像阿嬷 很惨的张总 只是哇我是喜欢张总的 嗯 好啦我们看完不好了 就评价着我们觉得 不是很好的衣服 我们先看一些好的例子啦 耶 给我看一些养眼的东西 诶 惊喜 我觉得连续的选手 就是蔡主任跟 黄兴悦他们的衣服都很好看的 我们的养气女孩 他穿的好看吗 好看 哎呦 至少我觉得HANA组还是好看的 OK啦 在这一组里面全部走春丽风的 整队人里面他的衣服算是最好看的 最适合他 就是那种你去看穿越的那种 Game 手游啊 会有点女生 妩媚的感觉 最后不会chip 嗯 但是有一个少少的问题 其实他的裤子也是很奇怪的 哦 就是包纱 不要一半包纱一半不包纱 而且他的包纱是一半斜掉的 好啦 另外一位呢 我非常喜欢就是黄兴悦啦 这一次呢他在我怎么这么好看里面呢 表现得非常棒 而且还接长了头发咯 我们来看一下 哦 看来 好看 我觉得这套衣服 这个很好看 这个整个的颜色是美的 嗯 他的头饰 无论他整个打扮比例呢 我觉得都很好看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啦 那么多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他是full set 你看 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体的穿搭 他好看原因是因为 他的比例做得很好 有层次也是 很有层次 他不会看到他一段一段 因为他在颜色方面用得很好 之余 他留空的位置全部刚刚好 而且裤子也是现在流行的颜色 对对对 而且他头发这个look很样 很wow 之前是短发嘛 现在是长发 我觉得很好看 记得为这个小姐姐 就是黄欣愿嘛 现在的选手打call哦 助力助力 然后我想我去看一下这衣服是什么牌子 接下来 哇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他就是刘雨昕 yeah 好看好看 很足够的衣服 我知道 我是觉得很足够 好像足够的发早云一 哇 哇帅 哇 我是女生我都会爱上他 真的 我就觉得我被他迷到 就是他这整层衣服 我觉得是过满 而且好看 很好看 因为他他有很多一条条的东西 但是不会显得很累赘 思错布 我觉得看上去很高级 所以他这个舞台很好 穿着服装也很好 真的是 哇很加分 这个舞台很美很BTS 其实 真的真的 超BTS 超好看的很高级 所以这个是我列为好看的 那另外一位呢 是金子涵 年轻的 啊 金子涵 我觉得他的衣服不算是最好看的 但是他就是整个比例上去哦 把那衣服衬托得很好看 哦 哦 帅 有Cue Dislook的感觉 哇 可以可以 这个很有性格 我觉得整体打扮 比例好看之余 他很有特色 他手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accessory 我觉得很可以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对 有人都很可以 而且 好像他 陆柯然啊 陆柯然也是很帅啊 打扮 嗯 然后为他打扣 他这个是很厉害 另外一位是真柯依 真柯依也很强 气场施主 金子涵真的有周子鱼 还有云娥的那个混合体 我觉得他很像周子鱼 很像吗 嗯 以前看你跟我讲过的时候 我不觉得他很像 这一次他真的很像 对 那另外一位呢 是刘令子 他绝对完全是因为气场 就是盖过他整套 已经变得好看了 中间那个 像金河的都变成高级区 这个真的很什么 这一个整个look 其实很奇怪 有一点点 但是他完全靠气场撑 其实我觉得还有林志玲的感觉 有一点哦 是他的外形很像林志玲 我是私心吗 看心而已 好了 这是我们盘点 就是好看跟不好看的 那你还有觉得 谁比较好看 或谁不好看 是我们漏掉的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两个说 耶耶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在下面也要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行动管制期间 我们也希望 上多一点这个talk show 这算talk show吗 现在啊 这样子啊 我们在talk的show 就在talk咯 就还没有到最后 show 这是real talk 碰到我了 恐惧了 这是我们的real talk 飞仙公主和 微微小仙女的real talk 飞仙公主 飞仙公子 你应该讲公主 是不是啊 飞仙公子和 微微小仙女的real talk 小谭 好咯 那如果你们想看我们 谈什么话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 我们就会拍这样子的系列 跟你想要听的话题 跟你说咯 对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 是看个八次 看你爱上我们的微信 然后叫赞我们的page 我们的follow我们的IG 那你看勒 因为要想跟我们最多了 然后也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好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天啊 我们下一集见诺了 这边有